好,再來這個題目,這個題目我們在看的時候 這個都沒有在等角線的焦點 所以這個表示它要從其他地方去取單位 所以我們這個用尺來畫 好,這個高度是三個單位,寬度是三個單位 好,所以我現在從這裡看,這裡有一個面 所以它基本上底還是平的 好,這裡,這個面跟這個面跟這個面 都是同樣一個 所以我這裡三個先畫起來 所以這個我應該先畫右側視圖 它深度是四個單位 好,這裡是一個單位 一個單位 好,這裡高度是三個單位 好,所以它是從這裡斜到這裡 好 這裡斜到這裡 好 所以一樣,它這裡 空一格 好,所以這裡往下來 來 這裡有網線 好 這裡是像這樣子 對不對 好 這裡有一條虛線 這條虛線是這裡 好 它再過來 好 這裡有一條虛線 好 這裡,再往下 這裡有一個面 所以這裡會有一條虛線 好 所以 大家為什麼老師正視圖不畫 因為它要從右側視圖 這邊 找這一些單位過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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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所以我現在這邊直接畫齁 所以這裡 這裡 這裡 對不對 好,這裡 這裡 這裡 好 再來是這裡 這裡 好 好 好 這裡 這裡是往下一個刻度齁 所以這裡 這一條線也有 我先一起畫 好 所以我現在可以 這邊 畫下來 這邊 畫下來 好 基本上 這個斜面 好,在這裡 好 這裡有一條虛線 可是跟實線重疊齁 所以 換上市圖 基本上沒什麼問題齁 好 換上市圖 這裡是往 好 所以這裡 好 這裡有一條線 好 所以它是 直直的過去 再來 這裡都是 上市圖應該不難啦齁 好 這裡 四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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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這裡兩格嘛 齁 所以它基本上 它的樣子就是長成這樣子 在籌子 對 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